3M 三個質量分比為3M、2M跟M的木塊 木塊之間的經摩擦係數皆為μ 而木塊跟地面之間無摩擦力 於是中間的木塊不至於落下 則所需的最小力量f是多少 2M有個重量2M向下 憑什麼掉不下來? 是不是要靠這兩個介面之間的經摩擦力向上? 對不對? 那經摩擦力至少要多少? 我才可以撐住它呢? 我們是不是就看它的最大經摩擦力? 這兩個介面之間的最大經摩擦力的加總 應該要大於等於物體的重量 這樣才可以維持它不掉下來 那我們最大經摩擦力是不是 經摩擦係數再乘上正向力 假設這兩個之間的正向力是N1 這兩個之間的正向力是N2的話 我只要把這個N1N2用f來表示 應該就可以算出答案了 那怎麼做呢? 這是個連解體問題 我們說解連解體問題呢 第一步要先解系統 所以我對整體而言 f讓大家產生加速度 f等於ma 我可以算出a 解完系統 得到這個a之後 再來解個別 今天想解呢 他分析這個3m 3m呢 他受到f的力量 還有2m給他的正向力 N2向左 所以我們把兩個相減 等於3m乘上a 這個a帶進來 你就可以得到N2的大小 待會可以帶過來 那N1呢 我們來分析這個m 對m而言 2m給他一個正向力N1 這個N1讓他產生加速度 加速度多大 帶進來 我就得到N1了 那N1可以再把它帶進來 所以呢 2mg要小於等於 這個最大近摩擦力 N1N2帶過來 再做一下整理 我們就可以得到結果了 答案要選a